刚恋爱的时候朋友一直很小心 因为一直不确定对方到底喜欢他什么 所以他在做很多事的时候都会忍不住顾虑 像是这样做会不会让他觉得不太好 前阵子两个人一起计划出去旅游 他自高奋勇 担起做攻略的责任 特别想事无巨细地安排好 一闲下来就开始刷旅游经验帖 晚上做噩梦都是两个人到了酒店前台 去说了他忘了确认订单 行李箱里他哪天要穿的是哪条裙子 配哪根口红 甚至对方可能会忘带了什么 他都一点一点去考虑 旅途中也算不上多自在 虽然对方比自己想象中随和很多 但依然会有这样的时刻 比如需要步行的路程比预想中远 他觉得累想要打车 又害怕这样显得有点缩 当目的地 其实也就是起不加距离 恋爱滤镜会碎的 他明白这个道理 情愫很脆弱 他太想牢牢捧住 不能给对方留下很坏的印象啊 他陷进患得患失的漩涡里 尝到一点点恋爱的甜 就马上又尝到 害怕爱消失的恐惧 每一刻都紧绷着一根弦 我只要一想到 他可能会因为我的某个举动 就觉得我是个庸俗不可爱的人 就会觉得很可怕 我就会对自己说 千万不要触发那个结局 后来我才知道 这是很多坠入爱河的小女孩的常态 没有什么安全感 又很迫切地希望 得到对方明确的认可 所以其实一直 隐隐处于一种焦虑之中 这种焦虑让他们会非常在意 对方的看法 非常看重自己的表现 他们以为足够小心翼翼 做到最好 就可以让爱的保质期延长 当交逝 不安 恐惧 这些情绪 勾连成一段恋爱 显然是不健康的 还有一个朋友 跟我们讲过这样一件事 她还是年轻小女孩的时候 对方提了一嘴 喜欢英语好的人 太有魅力了 她就真的把英语选修课 每个小作业 都搞得全爱 然后终于有一天满怀期待 去装作不经意地 向对方提起 我上去去英语祭典 还不错 对方只是平平地反应 哦 很棒呀 然后接着埋头看文献 朋友说那个时候 她意识到 恋爱中的她 在努力满足对方的喜好 把对方的标准 套用到自己身上 追根究底 是潜意识地 需要对方高度认可 光是和我在一起才不够 你还需要非常欣赏我 需要经常夸赞我 注意到我进步的细节 而其实站在后来的年纪 往回看 才能真正找到问题的症结 不在于你找到的 这个爱人怎么样 也不在于你们的相处如何 说到底 在爱里 不必要地 反复辗转设置了障碍 再很努力地 突破障碍的女生 在生活里 是不太自信的 当你没有自我 恋爱就自然而然成为一种 证明你的存在的方式 想通过得到一个自己 又很欣赏的男生的爱 稳稳地 维系 跟他的情感关系 来证明自己配得上 做得到 可是自我这个东西 不是靠别人给予来的 哪怕那个别人 跟你很亲密 确实 人的一生 是都需要求认同的 但女生真的应该 把目光放得远一些 不局限于爱人 投赞成票的认同上 被看见 被选拔出来 被认可 被赞许 都是生活与工作中 可以加固 自信的源头 这些社会性的认可 有理有据 有实质 和显化的成绩 才会让我们 更具备存在 价值的真实感 而且爱情本来 就不可被炼化 它的缘由是 无来由的荷尔蒙 与依赖 存续依靠的 是羁绊与责任 说起来女生 在爱情中 更容易受伤的原因 就是太喜欢 把所有的精力 都压住进爱情里了 在爱情里 找价值感 找认同感 爱情如意 就万事大器 爱情完蛋 就哭丧不已 实处没有必要 我们明明有足够多的 竞技场去拼搏 努力 证明自我 为什么要让爱情 成为证明 自己的主菜场呢 恋爱应该是一场 可以让自己 卸下铠甲的欢愉 我们遭逢爱情 坦然地剖开自我 融入 另一个人的世界 也主动接纳 崭新的他者 逐渐地 习惯彼此 别把爱情 看得太重 也别把感情 相关的事情 跟价值认可 联系在一起 想被认可 可以去搞事业 多做别的尝试 在更广阔的 社会竞争里 找到自己的位置 然后把爱 当作是一张 舒适的床 一盏暖黄色的灯 轻松地享受它就好 情人的欣赏 是一件美事 但那不是你的天地 作曲 李宗盛 微妙的时光很简单 冲夏夜的梦很悠然 平静的海面也浪漫 月色雾化 星辰如麻 温润的情意在融合 你听海浪的旋律 在描述情人的甜蜜 风传来幸福的乐剧 是世间最美的歌曲 等它在黑暗中指引 让孤独的心被揪起 停泊在温暖缸网里 完美的结局 这是爱的故意 听着海浪做梦 以为彼此怀中 风吹散漫长的夜 海岸放弃了白昼 你听海浪的旋律 在描述情人的甜蜜 风传来幸福的乐剧 是世间最美的歌曲 等它在黑暗中指引 让孤独的心被揪起 停泊在温暖缸网里 完美的结局 这是爱的故意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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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